啊 啊 啊 UP主在之前做视频的时候一直说这个是重量级 那个也是重量级 但是真正称得上重量级的只有这两位 他们分别是生活在寒冰王冠的猛马人 还有生活在陈落废墟的海巨人 在设定上 这两个单位都是非常具有力量 而且体格健壮 所谓的200多斤的大力士 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小喽喽而已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两个大力士 看一下他们的群落里面有哪些硬和狠人 首先是猛马人一族 他们有一个祖传的种族技能叫做魔法免疫 他们也是在对战野怪当中 除了狂暴元素和傀儡人之外 为三具有魔法免疫的单位 由于这个缘故 再加上本身的攻防非常不错 所以说在野外遇见是非常的难缠 它拥有寒冰剑 雷霆一击和魔法免疫技能 基本算得上是一个加强版的花岗炎魔像 虽然在之前的战斗力测试当中 它不如九头怪 但是在野外遇见绝对比九头怪难缠不少 这位是八级的猛马人掠夺者 和十级的相比就是少了个雷霆一击 这样的野怪制作还真是省心了 它的攻击力并不算低 但是攻击速度是中等 而不是普通的1.35 并且不同于头十技能的是 寒冰剑可以对建筑物释放 认为大块头的猛马人掠夺者 却拿着这么小的一个武器 属实是让人啼笑皆非 武器方面还是五级的小猛马人战士 拿着霸气 拿着一个硕大的关刀 它的属性相当不错 攻击力也是可圈可点 而且有魔法免疫技能 并且时至今日 猛马人战士 也仍然可以在寒冰王冠的 雇佣兵营地当中招募 无论是作为一个野怪 还是一个佣兵 他都非常符合他五级野怪的身份 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五级怪 这三位就属于那种质量很高 而且没有什么槽点的 而后面的几个海巨人 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海巨人一族战斗力的顶峰 叫做海巨人巨怪 拥有粉碎战争践踏和投石技能 这三个技能无一例外 都是非常实用的 拥有三项强力技能的海巨人巨怪 想必成绩应该很不错吧 但结果是事与万维的 他的成绩只能勉强排到第三梯队 甚至还排不到第三梯队 然后是这位五级的海巨人猎手 他拥有诱补和粉碎技能 他也是刀塔当中立尾坦的模型 这位三级的海巨人 甚至生命值还不如豺狼人狗头人多 你很难想象在背景里面 如此强大的海巨人一族 甚至在一对一当中 都打不过一个豺狼人 这群肌肉凶贵 无一例外都是零点的护甲 而且生命值也是非常的低 他们就像一个花瓶 一碰几碎 可谓是魔兽中霸里面 外强中干的代名词 尤其是这位八级的 三级的和五级的 其实并不算太拉胯 最起码是平均水平 但是这位八级的海巨人同志 由于戴上了一个章鱼哥帽子 直接就被铜化掉了 所以说他被称为神圣章鱼哥 是非常合理的 他既不神圣也不章鱼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被称为八级野怪的 海巨人巨怪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只见他迈着缓缓的步伐 加入了战斗 他的敌人是谁呢 他的敌人是两个小海龟 和一个大海龟 现在就让我们尽情地观看 海巨人巨怪的装逼时刻 看看他的战斗力究竟有多高 哦 上帝啊 一个八级野怪 打一个四级野怪 外加两个一级野怪 都能基本残血 这战斗力真是对了 这场胜利又和马岛战争 是一个水平了 我在做视频之前 我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如此的拉胯 真是愧对大家呀 本期视频就不再要求大家三连了 点个赞就好了 谢谢朋友们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海巨人巨怪在潜水之后 就直接变成一个章鱼哥了 在潜水之后 除了三级的海巨人 还露着脸之外 其他两个基本都变成了动物形态 虫子版还是特地的 给他们做上了游泳动画 咱有一说一不吹不黑呀 戴着这么一个大帽子 确实是不适合游泳 但是海巨人表示 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你看看这个章鱼头盔 多么拉风呀 这就是一个章鱼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误区啊 这个章鱼哥其实他并不是章鱼 他们属于无面者 但是海巨人的帽子 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章鱼 所以说海巨人巨怪 才是真正的章鱼哥 看到这个画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想笑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 哦对了对了 大家千万别忘点个赞啊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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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